各位中四級的同學 我們看看統冊卷的題解 我會先做MC 哪一個是能量單位? 其實 照二是Joe 亞特是W 千雅小時是KWH 但你留意 KWH即是能量單位 為甚麼? 因為我們知道P等於E除T P乘T等於E KW是P H是T 所以成為單位E 所以答案應該是13 BE的答案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第二條 攝氏1B 溶解的水洞 純水沸騰的時候做固定點 和上固定點 原因在課堂也說了很多次 容易複製0度和100度定義 所以答案就是D 第三條 我們要溫習就懂了 安助發熱器和散熱風扇 而主要透過甚麼形式 傳至熱狂上面 即下面的散熱器 簡單來說因為黏著的 所以用全道傳下去了 第四條很快 現在砂糖是砂糖 留意這次是熱容量 一說熱容量 其實我們知道E等於大階C ΔT 當然你的心裏知道了 是否這樣計算呢 他現在就說質量2kg 熱容量是這麼多 要令到這個砂糖升4度 要多少能量呢 另外一件事 這是給你熱容量 好 令它升4度 所以這個2kg已經不關事了 大階C是多少 大階C現在是580 0t升4度 就是580乘4 580乘4 算一算 沒有計算機器手 就唯有心算 8432 應該2字頭盡 所以 合環就會是B OK 應該沒有計錯數 好 接著很快到第二條 有些位置離開了 不好意思 所以為什麼經常用冷却劑呢 什麼都沒有關係 所以答案就是B 13 Only 留意第六條 第六條的想法是怎麼想呢 它說現在用一個浸沒式的熱氣 分別將液體加熱 ABC 溫度改變 即是大家的P或E都一樣了 因為10分鐘後 好 如果我們看公式 如果我們看公式 利用E等於 Mc Delta T OK 好了 我想找個秉熱容量 即是說 C 會等於 E除 M Delta 現在 現在 留意 能量 是一樣的 你用PT也可以 用E也可以 OK 但M Delta T就不同 我們看看A那個 好 對於A的東西 CA 就是等於E除 M 就是2kg Delta T 就是12度 OK 好了 CB 就等於E除 1乘10 C的 比例容 就是E除 3乘16 好了 如果大家都的E一樣 我們可以先忽略它 即是CA 就等於1 over 24 即E除24 CB 就是E除10 C那個 就是E除48 分母越大 數就越小 分母越大 數越小 所以現在分母最大 就是C那個 所以 AB 決定出錯 然後比較 A和B A就大於B的分母 所以 比例容 就會反過來 越小 所以第六條 答案 就會是C CAB 就是正確的 好 接著 很快去到第七條 同樣弄類似的方法 它問比容 而知比 我們知道E等於 MC Delta 又找C的話 C等於 E除 MDelta 好了 留意 現在的 相同速率 將能量轉移 即E一樣 相同質量 即M一樣 所以 簡單來說 我們正在看 E就是P T 所以 我們看到PT 等於MDelta T 有什麼一樣 我們P可以暫時 不用理它 留意 Delta T 大家 這個 Delta T 時間是關事的 M是不關事的 所以我們看看 能 還有 Delta T其實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所以 時間 用得越少 即C 直接正比於時間 用得越少 代表比熱容量 就越高 好 看看A的 如果C A 考慮A 應該正比於 時間用了1 其實是1 C B 時間用了2 OK 時間用了2 所以 如果我要看回 比熱容量的比 我將 這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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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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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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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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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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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